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还有人比我更大声啊 可老先生呢 他好像没有发现 反而更开心的说 还好我的后辈有烧这个本子给我 我生前呢 乐中于公益 举凡建庙啊 铺路啊 或是弱势团体 我都捐善款帮助他的呢 是大好人呢 那我是不是能成为神仙的啊 转轮完听完笑了一声 要成为神仙 岂是容易的事 再说呢 你生前做的善事很多 但却是贪婪之心催化你 你至始至终 从未发自善心的做善事 而是有目的的去做善事 我看你还是投胎为人 好好的了解善心善念善行 这六个字吧 讲完 老先生的鬼魂就被压下去了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左善事啊 捐善款 并不是为了帮自己积福报啊 积阴德啊 积等等等等的一堆东西啊 其实只是很简单的 不忍心的看对方痛苦受苦难 想要帮助他们的一份单纯的侧营之心 如果有能力的话呢 就尽力的去帮助别人 口说好话 心存善念 行善事 做个简单又单纯的人吧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见